大家知道,佛法里面有讲到很多的小佛法当中认为 须弥山周围在咸海中的四大洲 实际上以后你们学佛可能就会知道了 佛法把四大部洲分为东还有圣神洲 西面叫游鹤洲,南面叫湛部洲,北面叫巨卢洲 可能大家都知道佛教为什么把它称为四洲呢 实际上就是人间有四个天下 实际上就是四大部洲 实际上它这个意思呢就是分别代表这个四类的社会阶层里的人道众生 你比方说在阿含经当中就讲 人间有四个天下,那就是四大部洲 那么比方说我们说的在这个部洲里面的 东面的叫圣神洲 东圣神洲 实际上呢,它是在 在须弥山的东面 这个 他们的人的面孔啊 有点像半月的直行 就是像月亮 有点像月亮的形状 这个人的身长呢 我们说有 像 像八寸那么高 啊 实际上这个寸呢就是很高很高啊 人的寿命呢 基本上都是两百五十岁 嗯 两百五十岁 你想想看我们人间的话 如果活到两百五十岁呢 就是 整个就是跟骨头 其实呢 寿命呢 讲到这个部洲里面的生命 寿命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福报多少 啊 所以很多人说你寿命长 你这个人实际上就有福气 你生命短的话 你这人福气就短 所以人家说短命嘛 就是这样 对不对啊 生长呢 就是代表 就是 能够造各种 啊 业 当然这里面不是说造恶业了 造善良的业了 恶业 造业的能力 啊 是这样的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南占部洲呢 实际上呢 就是 讲的是什么呢 那里的这个这个人啊 有点 人的脸 面孔啊 有点像地形 叫凹凸不平的了 所以你们有时候经常看见 啊 有些电影里面的那些 啊 那些啊 科幻片当中啊 都是各种 人的脸都有 有的就是 突出来 脑门突出来 里边眼睛抠进去 鼻子又突出来 嘴巴又抠进去 这个下巴可以抠出来 虽然这种呢 就是在南占部洲的 这种人 啊 这种人呢 人呢 就比那个 刚刚讲的呢 那个叫 东啊 圣神州呢 人要稍微 短一点点 啊 短一半的 大概 啊 这个人的寿命呢 就是一百岁 啊 而且在这个当中呢 这人呢 就是 福报比较小 啊 人比较 贫苦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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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呢 这个 半当中呢 就死了 好像有点像人 人间的啊 但是呢 在这个州里呢 你别看他 他因为 啊 因为他这个 这个 在这些苦的地方呢 他到 啊 非常 那些 那些人呢 特别希望脱离苦海 跟佛学佛 所以 有很多的菩萨呢 就到 啊 我们说南瞻部州呢 去 去去去救度众生 啊 这个 其中呢 就是啊 有三个等于像 三个社会阶层一样 啊 所以呢 当时呢 连佛陀呢 啊 也去 啊 救过 救过 佛陀献贫苦身去 救那个 底层的民众 那么西的牛鹤州 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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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鹤州 啊 那他们呢 在牛鹤州呢 人常呢 比较高啊 啊 这个人家一 一般的三寸半的 他是十六寸 那么人的寿命啊 就是五百岁 啊 就是这样 非常的厉害 但是呢 他有一定的福报 实际上呢 他是属于 另外一个道法 啊 啊 我们说另外的道法 啊 这个 像我们说的 就其他的宗教 阶层 那个北居如州呢 实际上呢 就是说 啊 在须弥山的北面 啊 须弥山 北面 北面 人的脸呢 也像个地形 啊 就是凹凹凸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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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平的 那么 他们这个地方的脸呢 比刚才的那个牛 这个牛鹤州呢 要怪一点点 因为他们两个全骨啊 都突出了很厉害 全骨 啊 那么 他们呢 就是 基本上的 他们这个 寿命啊 是一千岁了 而且呢 在在这个一千岁当中呢 他不会死掉的 当中不会死掉的 实际上这个北居如州呢 就是代表的什么呢 就是代表的 苦修行的啊 一些外道的众生 啊 他们呢 已经修到清心寡欲了 他们呢 在四大福报当中呢 这个啊 基本上接近小城的啊 修行啊 修行要求 所以这个四大州呢 实际上的啊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过去呢 讲啊 这么很多菩萨 都管住那个四州 所以在人间呢 也有呢 这个 也有很多呢 是 人家说是 很多的菩萨啦 仙啊 神啊 管住那些四大福州 在人间呢 也有很多人呢 来自于那个地方 所以你看很多人的脸像啊 怪怪的 有的时候 突出来 凹进去 有的人 长得就像外星人一样 实际上 这就是从天上 其他地方 啊 过来的 所以呢 啊 接下来呢 跟大家讲呢 就是说 那么 大家要知道 那个 其实在西游记当中啊 也有记载的 关于这个 三岛十州啊 啊 包括那个西牛鹤州的 啊 那么 在人间的西牛鹤州在哪里呢 就是 天竺啊 天竺实际上就是 啊 叫 印度这个地方 啊 大家知道 西游记当中啊 佛祖跟啊 五大菩萨 啊 五位大菩萨 我不知道你们能够记得住 有哪几位五大菩萨 以后 都要考你们的 你们都要记住 啊 五大菩萨 是与佛祖在一起 那就是文殊 普贤 啊 弥勒佛 啊 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 啊 他们的 这个这个 玉皇大帝呢 他是负责天界 和人间的日常管理的 啊 包括就是 这个唐僧取经的 就是要到 天竺 那个地方去取经 所以唐僧的取经的 出发地呢 实际上的 在人间的叫 南瞻部州 大唐 因为 唐朝啊 他是在南瞻部州的 南瞻部州 所以呢 这个这个 啊 作者呢 就当时呢 就啊 就说了 东圣神州啊 实际上 就是东圣 神州 身体的神 神州 啊 其实这个地方呢 也就是说 神仙聚集的 之地 所以过去呢 我们说了 从这个东唐啊 这个唐 这个唐僧出发地的 这个大唐啊 所以人家说大唐啊 就是很多很多 神啊 仙啊 都是在那里 啊 其实呢 就是说 这个州呢 有一个叫 奥来国 骄傲的奥 来去的来 奥来国 这个国中的 这个花果山呢 啊 就是孙悟空的诞生地了 其实呢 他也是在 三岛十州的 龙脉之地 啊 所以西游记啊 很有意思 以后 啊 师父帮你们 多讲一讲 这些 你们因为都看过西游记 所以跟你们讲 你们都特别喜欢 啊 所以呢 实际上的西牛鹤州呢 啊 就是灵台方寸山 灵台方寸山是哪 这就是西游记当中的地名了 叫西牛鹤州 牛就是一批牛的牛 鹤就是祝鹤的鹤 州就是那个州 所以呢 世外高人呢 这个世外高人 当时呢 叫菩提祖师啊 就经常隐居在 灵台方寸山的这个 邪悦三星洞里面 他在修炼 啊 所以菩提祖师呢 就是孙悟空的奇蒙老师 所以呢 孙悟空的法名呢 实际上怎么会叫孙悟空 就是菩提祖师所取的 所以以后你们大家 要知道啊 人家问起 孙悟空的法名是谁给起的 你叫菩提祖师 说取 所以他就传授了孙悟空的 啊 这个犯耕斗 犯耕斗 这个七十二遍 都是这个菩提祖师 所传授的 这个 这个时间关系啊 这个 本来还可以跟你们讲一讲 这个 下次再跟你们继续讲 这个颐和园内啊 有一处观景啊 啊 名为啊 四大步骤 在这个北京颐和园 啊 他在哪里呢 在万寿山的 这个中部 啊 就是北宫门 长桥上 啊 向南面 你去看好了 建筑群体 这个整个的看起来 就像这个四大步骤 所以当时啊 就有很多的神啊 先啊 因为他们从天上而来 他们就看见了 天上的这些情况 所以他们在人间呢 就就象征着佛教的 这个四大步骤 就在北京那个地方的 啊 啊 组成了这个汉藏式的建筑群 汉朝和和藏传的那个建筑群 所以呢 在他的周围呢 就有四大步骤 东圣神州 西牛鹤州 南沾部州 啊 沾一两个沾的 嗯 北巨卢州 啊 所以呢 这个这个 人家说的 中国 中国人真的是 非常非常有智慧 结果呢 这个四大步骤 的这个 这些建筑啊 没想到在 1860年呢 被美法联军的烧毁 所以在光绪年间呢 啊 就在原来的地方 修了一层 香盐中印之格 其他正是瓦力一片 所以1980年 国家波巨子呢 才恢复了原貌 彻底修整 彻底修整 好 那么今天的时间关系呢 我就跟大家呢 就讲到这里 好吧 我们下次节目 再继续 跟大家介绍一些 佛法有关的 一些知识 和历史